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唐鳳 很高兴能够获得主办单位邀请 让我用远距预落的方式 来参加我们今天 小农艇医护共享夯经济这个活动 蔓延全球的疫情 从去年12月到现在 其实影响了非常非常多人 但是我们在台湾比较不受影响 就是我们台湾model 台湾模式 获得全世界认同的地方 是我们第一线 医事人员和公务人员的付出 这个就是我们防疫国家队 这些朋友们的无私奉献 是这场战役的最大工程 我们台北医学大学三院 在防疫当中不但表现杰出 而且近期更是组成了国际队 防疫专家团前往我们的邦交国 Eswatini 史瓦帝尼王国 展开防疫的指导任务 不但去培养训练当地的医疗能力 甚至也去分享这个经验 给全世界指导 充分展现出我们叫守护台湾 共住世界 这样子的精神 因此我非常高兴可以看到 袁天然和北医三院的合作 作为深耕于台东池上的社会创新组织 袁天然一直致力于运用农业科技 还有友善农法来改良我们的农产品项 这个完全呼应我们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里面 我们增进健康福祉 以及保育生态 循环经济的目标 这个活动对我们的意义就是让我们能够去认识过去默默付出的 医护人员和农民朋友也看见了在各种不同产业之间 协作共好的可能性 我期待在我们防疫新生活开始的这个期间 可以有更多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 让这样子台湾的暖实力能够更广泛的贡献给整个地球